回到时期这边 我们刚才一开始讲说 国董不选 那蔡总统 这个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 哇他那个 这个民调的领先持续扩大了 这最近一个最新的民调 愈输愈惨 韩国瑜大输小英26.1个百分点 这真的是真坏算 输到26.1 这汇流新闻网所做的 那自由时报电子报 也引了这个民调说 愈输愈惨 韩国瑜大输26.1个百分点 里面有一小段 说如果喜乐岛联盟 推出前副总统吕秀莲参选的话 在蔡涵吕三人上 蔡总统仍然有55.6% 过半的民众支持率 韩国瑜获得30.0%的民众支持 吕负责有5.8%的人力挺 在交叉分析中 显示吕秀莲现在获得的支持者中 比率较高的是民众党 有10.7% 时代力量有8.2%的支持者 我们来看一下 在又稍微前几天联合报的民调 蔡英文和韩国瑜的喜好度 蔡总统喜好度37.7% 韩市长31% 不喜欢蔡总统44% 讨厌韩市长56% 没有偏好的蔡总统19% 韩国瑜13% 看起来在这个指标上面 韩市长也是落后给蔡总统 那最近有个说法蛮有趣的 若韩国瑜真的当选总统 首都市长柯文哲柯医师说 我要吃安眠药 全台使用量一定大幅提升 新闻报导里面还讲一个叫 Stevenox的一个专有名词 那个安眠药 那个是一个蛮高档的 那个高档不是说我们吃不起 健保有几副 只是说 他很厉害 副职用最少的 这科市长都说话 我还跑去问 要学习的老师 我们这也要赞 昨天这个时期也赞 高王安拿郭董 亲手画的一个台湾的 政治板块地图 这最上角是台独 这边的这个这个这个角落是新党 跟统促党 这比较统派的朋友们在这边 那这个比较年轻的 亡国感很重的朋友 年轻朋友在这边 老年青年 他画了一个四格向线 他说蔡总统很大 比韩国瑜大很多 郭柯王有重叠 但在中间这地方 那王院长相对就比较小一点 几个很有趣的 包括这个董事长 他亲手画的这个政治板图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手板 这样子民调越来越领先 对民进党立委选举 是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有人跟我提醒说 因为今年是三卡都 中去渡那个人 郭台铭还没要选 柯市长也不选 你说中间这块的选民 对总统的部分 有一个没有具体候选人 来引导他的立委投票的想象 所以说变数可能很多 我这个部分我听了下去 假设我支持郭董 我支持柯市长 我们的人没有选总统 我这票是怎么投 不要投是一种 投蔡总统 投韩国瑜 还是其他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OK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蔡总统民调持续领先 那有没有说 不要整个人都在捧场 我这票投 中间 这个民众党 或者说 没保障一个国民党 这样子 反而让 总统大选赢得很痛快 但是立委 可能会有一点辛苦 这样的推论 您同意吗 我一直强调说 我觉得现在对于 国民党跟民党来说 他们的政党支持度 政党支持度 其实都应该要 更为严肃的看待 因为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 偏低 就是说 他跟总统的落差 实在太大了 所以这个有个问题在那里 对那所以你要如何可以把那个政党支持度拉起来 那个才会比较真实的反应在你的立委选举的席次上 那这一次也因为参与的政党很多 所以会有史上空前复杂的一个分裂投票的状况 那对于中间的人来说 我觉得在现在比较确定的应该就是 蓝绿对决 总统的部分 总统蓝绿对决 那中间有很大一块 原本是郭台铭的 或科市长这边的 或科的 他期待有一个可以制衡蓝绿的一个力量的时候 因为没有其他选项 他们很多其实会回去 回到蓝绿 因为 因为就二选一 那通常大多数的人 我不能说全部 是 很大多数的人 不太会希望自己总统这一票投废票 所以他们会选择 在既有的两个当中去选 我投给蔡总统 对 譬如说我基于我们前面讲说 避险心态的防御型投票 这个会怕死 会 包括余修有讲说市长交代说 对于最差的选项优先排除 那也可以接受蔡总统 虽然我对她有很多不满意 对 在总统的部分会这样 那可是也因为他中间的这一大块 他们心态上面 总统不会投废票 好那可是我希望有制衡的力量 他就会反应在立委 或者是政党票的投票上面 这件事情就变成民众党最好操作的 他们拿出来当做口号的就是 我们这一次选举要蓝绿不过半 但是对蓝绿不过半当然是一个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会买单 他会觉得哇你看这样子 大家力量差不多的时候就有一个想象中的balance 是 对有人会这样讲 不要金金体 但是因为 我们节目对金金体不太欢迎 韩国瑜昨天又金金体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不要这样 但是因为我长期跑政治新闻了 我觉得执政党在立法院的多数 他好的时候会整个国家其实是顺的 如果他不好的时候 哇我跟你讲那个是乱到一个 会乱到一个不像话的程度 当时的为什么会有服貌 那个时候会变成整个国家都在搞这件事情 为什么 我觉得那就是因为看不下去说有一党独大 那个如果是匿名义操作的时候 一党独大 就变成全民讨伐 完全执政的时候就会变成全民讨伐 那如果他始终保持在一个蓝绿都不过半的状态底下 那的确会从头开始乱到尾 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种风险测试 OK风险测试 你认为不确定性很高 我觉得不确定性非常高 施宇 民党会不会这样用这个概念 比如说总统和民进党赢了 但是国会要制衡三党不过半 大家来这边见真章 看谁的论述能力强 谁的监督力量更强 会不会总政机会点介入今年的国会大选 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天公布区立委的名单的时候 我们有推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蓝绿推两边 民众摆中间 那我觉得对我们相对来讲重要的是确实我们没有总统的候选人 但是我觉得在区域跟部分区的国会席次上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 对民众更是重要 因为大家已经看到四年来 其实民进党是完全执政的情况下 那包含网路上大家列举了非常多民进党执政 完全执政的一些政绩 比如说实价登陆2.0变0.5 就是他有非常多的政绩是民众看不下去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当然就是需要另外一个力量出来去做监督或制衡 这本来就是政治的常态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做压力测试的不只是我们民众党 因为包含我们提出的人选都有可能在专业上在政治上被做质疑 但我觉得只要民进党蔡英文通不过压力测试 民众党绝对都有达标的一天 那如果我们从外交的部分来看 大家也发现到其实这几个月来断交的事件不停的发生 包含索罗门还有另外一个吉里巴斯 那常常我们听到蔡总总总是要断交的时候 都说我们两国都是友谊巩固这样子 两边还是很友好 但是就会突然间的爆发说确定要断交了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希望未来民进党政府应该不要只报喜不报忧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要断交的话也要让我们心里有数 总不能都突然间大家发现外交上其实台湾是面临困境 那另外一个部分在经济上 其实民进党政府一直主张说现在有5862亿已经回流了 但是这5862亿里面投资 民进党政府也说创造了5万个机会 但是就业机会 但是我们也发现其实华映 他们在解雇的时候解雇了将近的2000名的员工 那这2000名员工还不包含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产业 估计起来将近有1万名劳工的失业 所以我觉得不管在外交在经济上 这个部分只要民进党 蔡英文总统通不过压力测验 其实民众党都有达标的机会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刚才您提到说因为台商 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发生所谓贸易大战 所以有一些经营条件持续恶化当中 台商基于很多短期长期的因素 也都开始慢慢有回来台湾的一些重新 扎根再发展的一些现象 您也提到说大概5600多亿的 这个资金会回到台湾 我上次也曾经访问郭台铭董事长的时候 他也提到说整体台商在海外的资金 有高达16兆 事实上还有很多争取的机会 不过您提到说增加了5万个就位机会 我如果没记错昨天劳动部发布了最新的国民失业率的统计 我们因为季节性因为毕业季节的关系 还微幅的增加个0.1个百分点 大概有3.7个百分点的失业率 如果有5万多个新的就位机会 为什么季节性的失业个0.1个百分点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做到 不好意思用晶晶体叫neutral 就把它米平了把它平准掉了 这也是未来在未来更激烈的总统选战 跟立委选战里面的时候 大家要用数据来见真章 我不是说没有这5万个 我不是说为什么 我就看数字我公民公民看 增加0.1 0.1不到5万个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neutral 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蔡总统你有义务要说清楚 不然大家觉得说 这苏林哪个假假是不是碰烘 台湾最受不了就是吹牛成性的总统 我认为你不是 但是你有义务把它说清楚 应该不是说今天回来了5千亿 然后明天就变5万个 那是预估是不是 对他资金回来 因为他要找场 那可以 对就是经济部可能 经济部帮他解决地的问题 然后财务部帮他解决银行的问题 然后所以接下来他会开始 慢慢会创造这个 所以这个就要讲清楚 我不是说恶意说 在蔡总统你亲自来说 但是的话一定把细节 一定会有人有无疑是真的 对对对对 他的流程怎么讲 要把它讲清楚 刚才提到说本节目 这个精精体不太受欢迎 这个来宾请以后不要精精体 这个因为韩市长在这个 参选高雄市长之前 他有办双语学校了 所以他中英文合并使用 应该是他一个很擅长的东西 但是新闻的发展可能不是这样 今天早上一个最早的新闻 最新的新闻说 韩国瑜在高雄视察双语教学 又在尬精精体 重点是有一位陪同的 国民党籍的议员 竟然要学童高喊总统好 哇哩总统好这三个字 为什么不要用英文来讲了 我倒想考一下 总统好你要怎么用英文讲 韩市长OK 另外总统好已经不是终点了 选前总统好有什么了不起 要跟我们保证 你以后可以变成什么 好总统 总统好天天喊 我几岁喊到现在 麻烦我们要是好总统 一番多钟跟外籍教师的对话中 这个Jones 以中文问韩国瑜 如何打造高雄成为台湾 双语教育领域的城市 韩国瑜 就用中英文夹杂说 It's not easy 它并不简单 我们看看新加坡 You can see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这个也很奇怪 不是You can see 你可以看到 不是这英文看起来都怪怪 破英文都知道怪怪 大概花20年 用英文讲20 years OK好整个environment 还要下一代培养整个环境 我大概会背这个单词不难 扎根开花结果大概要10到20年才会有效果 高雄先做加快速度 OK精精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今天谈到很多大政党小政党 都在今年的选举里面力争上游 我很喜欢这是以前我在广告公司的一个外国籍 对不对才是重点 不管你政党的尺寸多大多小 请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调调